39歲的蔡灿德看起來依舊像個小女生 保養超級好 多年來恪守晚餐不碰澱粉 11點前上床睡覺的養生秘訣 意志力超強 就連存錢也不例外 我幾乎要存一半 我比較貪心一點 因為你知道一人的工作 真的是你不知道未來是什麼 所以現在能存就存 那我大部分的錢都是花在 那個貓咪跟媽媽的身上 對啊 所以就是他們的錢不能省啊 其他我自己就是可以沒有關係 吃少一點啊 然後省一點OK的 靠著省吃減用 讓蔡灿德成功在幾年前 在中和買下一戶50坪左右的華夏 給家人居住 當時一坪約30萬左右 現在周邊行情漲幅超過三成 你就是跟爸爸講說 你看到你喜歡哪裡就哪裡 沒關係 因為反正我前一次他在管的 他一直很喜歡中永和 因為他以前從打仗的時候 來到台灣 就是從永和開始的 不過蔡灿德自己則是選擇 在台北市租房子 離工作地點越近 就是他的首選 我現在住的這個地方 是你任何地方都可以走路 就可以到的 大概半個小時之內都可以到 所以我幾乎每天都走路 去公司上班啊 去電台啊 然後完全省交通費 而且完全省了健身費 我自己滿喜心厭舊的 我一個地方沒有辦法住太久 我大概兩年 我就會想換地方住了 對 是對我來講租房子非常適合 蔡灿德也透露 如果還有能力在台北市買房 最想住在民生社區 雖然附近已經是天價行情 但以阿德這麼省吃減用的生活方式 願望終究會實現 三連選林聰必定下條不到